本节目由贴身八婆奥黛丽为你吃瓜播报 梦美琪她作为综艺节目 创造101中非常受欢迎的一位练习生 在最后的比拼之中也取得了非常优越的成绩 而且现在的她也越来越像一位女明星一样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让人惊艳的地方 唱跳俱佳的她不得不说 在舞台上面总是可以很好的带领着队友们 而且似乎不管是什么样的服装 梦美琪都可以很好的驾驭 而这样的一套性感又有点小俏皮的服装 则让她穿出了更多的妩媚气质 与团火箭少女10111位成员自选秀节目 创造101中脱颖而出 不过从节目出道至今还未满一个月 团体便不断卷入舆论风暴中 继单曲发布会延期 孟美琪、吴轩怡被报搬出宿舍外 连两位成员被拍到进医院后 一次孟美琪16岁的抽烟照又流出 引起广泛讨论 微博爆料博主凌晨发文揭露 孟美琪抽烟图 照片里的女孩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 和有人坐在黑皮革沙发上 前方桌面上显而易见的有饮料及烟盒 果然下一张照片就是她一手叼着香烟 吞云吐雾的模样 由于拍摄的角度 方向就在当事人的正前方 女孩五官特别清楚 其中一张眼神朝下看 点烟的神韵 与孟美琪有点神似 而爆料人士更只称 当时抽烟的女孩才16岁 立刻涌入大批网友评论 认为虽然抽烟是每个人的自由 但是未成年吸烟就是不对的事 不过有孟美琪粉丝跳出来指认 点出孟的鼻尖有致 但照片里的女孩子却在人中 而且孟16岁的时候在韩国受讯 中小岁的照片比对 两者间脸型似乎有些不同 不过究竟是真是假 孟美琪方面并未作出回应 凭借创造101 收获了不少关注度的孟美琪 其实早先在韩国出道 孟美琪是具备偶像气质的选手 之前也是在韩国音乐节目中出道 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此次作为练琪生 被公司推出参加选秀 也的确有不少热度 但孟美琪本身的条件很好 无论从身体和脸型的宽窄比例 还是从脸型和脖子长度的协调度 都恰如其分的让她看起来很高级 加上性格很千本 C位出道也是众望所归 如今被黑真的是让人心疼了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 女团小姐姐们看似在台上风光无限 但是台下经历的汗水和心酸 也是成人无法想象和体验的 在流量主宰一切的时代 我们观众面对招真真假假 而爱豆们不要身处真真假假 甚至必要时还要表演真真假假 在利益的海洋里 她们也是随着波浪喜气浮浮 在背后真正的受益者眼里 或许她们的健康不值一提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们喜爱的明星 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八一八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